让大家讨论姑姑姐姐的我就注定要结婚了嘛 也真的结婚了 那其实因为有姐姐其实是很幸福的 但是有幸福就有悲惨的时候 有苦就有乐 有喜就有悲 那像李恐龙又多我两个姐姐 很难想象她在电影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等一下主预告正式出炉的时候 大家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 那也跟大家稍微介绍我们这部片 那这部片是由我们 我们台湾的动画大师 苏文胜 我们的三毛指导姓 帮我现在催起来好不好 他会用他很厉害的动漫式的方法 那导致不细 那当然我们是改编制非常畅销 超过十万册的小说 那这次特别找来了 这一位 阳光 行男 天菜 小鲜肉 蔡昌县的师弟 来担任我们的男主角 还有当然就是大家相当注目的 就是我们睽睽27年 没有重返大荧幕的姐姐谢金燕 还有性感游物 带一点SM倾向的儿姐刘逸儿 我非常期待她在片中的表现 因为我看了一些画面 真的觉得蔡凡希很幸福 还有两位大陆美女演员 张莫喜 还有这位张瑶 当然还有我们演艺圈的大姐大 蔡志平的女儿高俊雅 饰演怪咖神射手 是蛮怪的 但是确实有她强烈的风格 在姐姐里头 非常欣赏 而且真的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是在暑假 绝对会是最清凉 不是最清凉 最清凉的电影 因为我就觉得 哇 连位姐姐都很美 很正 就觉得很期待 她们在片中的表现 那跟 这位黄龙哥互动 所以大家应该很期待 我们的主预告 即将出炉了 那因为今天也特别 在出炉的这时刻 邀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来一起欣赏 我们等一下会播两次 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好好的拍摄一下 那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 我们这个主预告 来咯 向公路 向家库 还有刘逸颚 来 来 掌声不对 天哪 天哪 欢迎导演 向公路 逸颚 哇 逸颚 逸颚 天哪 等一下 一开始就有暴力倾向 那我们先拍照 先拍照 来来来来 三位先一起 可能往 左边再一点点 OKOK 引导一下 好 没错 我觉得我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 但是你们三位要看镜头 三位看前方 中间中间 左手边 这个两位的板 两位的板差很大 一个最浓最可爱 一个最大最真 三毛导演也是走可爱路线 两个人一组 一而自己一组 往左边站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粉丝朋友也尽量拍 因为一而下是穿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 穿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不到 别人看了 没有啦 开玩笑 但是 但是 像杰鲁真的太可爱了 哦 你导演在哪里 对对对 哪导演 打导演 打导演 哈哈哈哈哈哈 来 给你看看前面哦 小梦可以 心疼导演 不知道导演喜欢左边还右边 看下左边好了 左边 风格不太一样 等等就看我们导演如何做抉择 没有啦 不会问你这个问题 来 中间看一下 中间 中间中间 可以让我们换左边 左边 左边 好 谢谢 小梦先 来 我们的女主角 来 看中间 地表最强 萌细 制服美少女 这是一问啊 这是几位 来 左边 左边 好 中间 中间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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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边来 右边 好 右边 右边 好 右上这里 好 中间 中间完 好 中间 好 再来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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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边看一下 谢谢 谢谢小梦 来 关我们最性感的游戏 六一二 来 看中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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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间 中间 从中间开始 中间 好 我们看一下左边 左边 左边 可以 换到我们右边 最右边 最右边 这里 下面 好 上面 这边 好 这里 一张 好 眼神 好 眼神上面 中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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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小梦 小梦 好啦 就是因为我们拍摄 其实都在医院 那个时候每天都 十度一下低温 非常冷 然后 那个时候 有一场戏 在游泳池里 游泳池 跟小梦要PK的时候 那天刘亦尔穿的 其实比今天还要low 哦 更少 就是泳装的 对 对 那天 两位应该真的非常冷 而且 那时候我很体贴 刘亦尔想说 给他披个浴巾出来 可是因为他 角色的上升 他一action 就把浴巾丢掉 然后他从 脱到尾是没有浴巾 太多了 然后为了联系 他每一次都 不能披浴巾了 非常敬业 对 非常敬业 那一场 我们主要困难 是在跟低温搏斗这样 演员们都非常敬业 整部片都在跟低温搏斗 对 大家觉得很清凉 可是我们是非常寒冷这样 那二姐跟小梦 在片中的表现 那 有没有特别 要嘉许她们的地方 哦 刘亦尔 刘亦尔其实真的是 天才型的演员 他非常厉害 我觉得 指导他 就是信任他 然后给他足够空间 然后每次都会给我们 不同的惊喜 有一场戏是 刘亦尔要跟大姐 还有三姐 他们姐妹们要吵架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就是 请他们自由发挥 就姐妹们吵成一团 好玩就好 对 然后刘亦尔真的很好笑 他每一次都 变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他真的很好笑 很好笑 很好笑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的好笑是 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創意 在生活当中就很有趣 对 他把很生活的东西带进去 就更好玩 对 然后那场戏 我都舍不得咖 然后因为 就让他一直表演 他一直变出各种 新奇的花样出来 非常好玩 那小梦 像杰鲁 因为他 他这次角色很吃重 因为他要PK五个姐姐 太难了吧 非常困难 所以在开拍前 他就去特地学了很多才艺 为什么 PK那些姐姐要練才艺 应该说武艺 应该真的是武艺 他有动作指导 然后丢千球跳水 还有练习吊杠 因为有一些动作系 需要去抗衡的 对 要有那个裤子 对 他还把大姐过街帅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所以他非常辛苦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都见识到他的毅力 那其实他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场雨戏 就是小梦要在雨中奔跑 那Action之后 他在雨中其实就跌倒了 跌得很严重 还撞到下巴跟膝盖 跑一跑就 对 就跌该 然后我马上就喊咖了 可是那雨太大声 他没有听到我喊咖 他就自己站起来 就把那一场戏演完 很敬严 掌声鼓勵好不好 我听了我都心疼了 是 大家都很心疼 笑什么 我是真的很心疼 我是自己同事的同事 那我要来问问义儿 好好的问一下义儿 你是解放你内心 的一些灵魂吗 到底是怎么诠释这样的角色 或是你有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我 因为我就是好好演 因为我的角色有点 FM的幸福 所以 所以 有回家练习 是不是 等一下 我知道 就是你回家一定要练习 我们身为演员 一定要练习 那时候我就想怎么办 怎么办 我对这一块非常不了解 对 我只知道什么是运动 然后呢 我就开始打人中之龙 你有打吗 我知道 我身为一个流氓 那个很怕欸 很凶欸 所以我是流氓 然后我就去经理一些 深色场所 所以我在里面碰到一些女生 然后就专门去找 有SM性质的交往 就是玩游戏 然后想说 哇 他们怎么勾引我 那个身段 然后怎么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一直模仿 跟学习他们的精神 电玩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 很少听到 从电动里面 得到一些经验 想说就是用一些想象力 再加上 因为剧本本来就很天马行空 想说就找一些比较 呃 原始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开心的那种感觉 来造这个角色的特性 所以我就用打电动的方式 一直打人众志 打了好几个月 他的每一季都打完了 最新的你有哪 有有 不是问这个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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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